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是整个端午廉价的最后一个夜晚 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兴大学中文系的 萧涵珍教授 萧老师你好 你好 萧老师本身是中文系毕业 但是你的两个硕士博士都是在日本达到的 所以我就要考老师一下 在日本的习俗里头 有没有一些跟端午节有相关的一些习俗呢 有啊 他们现在的端午节 大概是国立的五月五日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现在过的是国立 他们是国立的 又叫做男儿节 就是庆祝这个 或者是希望这个男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节日 所以他们的端午节是跟屈原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那这一天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如果去日本玩的话 就会看到他们家家户户会插着这个立鱼旗哦 就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的话 那就是用这个布置做的大的这个像旗帜一样的东西哦 然后他其实一开始哦 大概是江湖时代哦 大概只有四十公分 那我们现在大概都看到可能是一百公分左右的这个大小 是不是那种就是他口是一个圆圈圈 然后鲤鱼是可以整个风一吹 他就飘起来 对对对对 就我们常常在日本的一些展览场地啊 或者一些公园里头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鲤鱼其实就希望说这个儿子 就是男性小孩子小男孩可以鲤鱼月龙们哦 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放在里面的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 他们会吃所谓的薄饼哦 那用薄树的叶子所包的这个麻薯这样子的东西哦 那选薄树的叶子呢 主要是说薄树他在新叶长成之前哦 那旧的叶子不会掉落 所以就是这个家里的子孙会不断的 接得很好的这样繁衍下去哦 那家麦可以获得盐续哦 也会吃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 那江户时代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哦 就是当时的人会把仓谱 仓谱他的日文的发音叫做秀博 那跟这个上我从上的上 武树的武是一样的汉字哦 所以就是把这个仓谱的叶子编成刀哦 那大家拿着这个刀敲击地板 看谁的声音比较大哦 那这个比赛那个敲声音的大小的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也是会在这个江户时代的男孩子之间 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玩耍的 他们仓谱的用途好像跟我们 端午节仓谱的用途不太一样 他们其实也有这个仓谱擦在门上来辟邪啦 或者是做仓谱汤哦 这个是泡的汤啦 哦 仓谱汤 对对对 就是沐浴的时候用汤 我们好像也会有用仓谱来洗浴 对 艾草 那江户时代的时候 因为不是家家户户 他都有自己的浴室嘛 所以他们在公共澡堂 也会就在端午节的附近 提供这个仓谱的泡澡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还是叫做汤 好 这个就是日本人 他们其实也过端午节 也过也过 5月5号 感觉起来跟日本在文化上面 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有趣的连结 是的 那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要跟韩真老师继续的来聊一下 中国的很多文学传到日本之后 其实也在日本开始慢慢的发酵 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质变 或者是说一些变形 那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白居易的长恨歌 在日本被很多的戏曲啊 戏剧啊 或者说他们故事里头所引用 那在我们节目最近呢 其实也常常提到这位作者李渝 其实这也是老师研究的专长 我自己觉得很特殊的是 为什么李渝跟日本的文学 或者他的文化艺术里头 会产生这么大的关联呢 我个人觉得李渝的作品 他本身就是我们都知道嘛 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很幽默 利益新颖 甚至有一点就是会被人家批评说 走得太前面了一点点 多元成家都出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他在中国其实历年来 就受到的评价大概就褒贬不一啦 有人很喜欢 有人可能就觉得有点太低俗了 或者太魅俗了 不过在日本 因为当时日本的戏剧 或者是文学的喜好 他们其实就是喜欢走重口味 所以对他们来讲 李渝就是刚刚好 甚至有时候还会嫌他太平淡 嫌他的口味还不够重 对对对 那所以就受到了相当多的 江湖文艺的通俗作家的喜欢 因为很喜欢 所以也想要跟着一起创作 我想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蛮多的江湖文艺 他其实对于李渝的作品 做了一个改编的状况 那这些江湖的这些作者 他们为什么会接触到 李渝的作品呢 其实不单单是李渝 在这个时期 对于中国的戏曲 还有小说 白话小说的部分 是非常受到这些 创作者的喜欢 在江湖时代 大概原路时期 大概1689年左右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的 创作阶层的人 开始去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认真的学中文 认真的学中文 要怎么学呢 这是一个锁国的时代 不能在路上 随便找个中国人 来教我讲中文 最好的方式 当然是透过阅读 白话小说跟戏曲 其实是相对 经典的这些典籍来讲 比较接近于 日常生活 可能会遇到的 这些状况 因此他们就 一开始是把白话小说 或者是戏曲作品 当作学习中文的 这个范本 有点像教科书 这样的东西 学着学着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故事真的太妙了 怎么这么有趣 我好喜欢 尤其当时的江湖文学 其实遇到了一个 发展上的瓶颈 写来写去都是同样的东西 这时候的日本人 就开始想说 我是不是把这个作品 就拿过来 当作自己的作品 来进行一些改写 对就慢慢的演变出 一开始可能长得非常相似 慢慢的我可能只有 抽它一个部分的桥段 来进行陈述 那今天就要来 带着大家来观赏一下 这个鲤鱼到了日本以后 怎么样又被加了 更多的调味料 变成非常非常重口味 又很有趣的 这个江湖文学里头的 一些重要的经典 好 因为其实印象蛮多的 所以我大概就挑 几部作品来进行分享 那第一个呢 大概是在这个 算是蛮最早的吧 1771年 这是一部翻译 所以它跟鲤鱼 原本东西是长得 一模模一样样 但是它是节选 它是那个圣钟楼传奇 那这边它所选的 其实就只有 第五出跟第六出 的这个圣钟楼的故事 来进行翻译 圣钟楼这个故事 它主要讲的就是 这个海龙王的两个女儿 那他们最终来讲 就是嫁给了路面上的 两个男人 这个文士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呢 第五出跟第六出 刚好就是这些 虾兵蟹将 那个吐气声云 然后来支撑这个圣楼 那这个两个女生 站到圣楼上面去 沾望四周 就刚好跟这个男主角们 看对眼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舞台上面 它要怎么样呈现出 凭空就舞台上 出现圣楼这个状况 海市圣楼的圣楼 李渔他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出目的前面的时候 他就介绍说 因为我们要趁这个 放这个云气的时候 那观众还没有 就是大家被云气 所迷惑的时间点 迅速的把这个楼端出来 这样但等到云气散了之后 我们就 哇突然出现一座楼 好棒哦 这好像现在舞台的效果 干冰放一放 然后冬的一个道具就出现了 对那因为这个关系 那日本的这个翻译者 也觉得说 这一段不错 以后可以拿来做学习 所以他就把他这一段 就做了翻译 那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就我们讲到 就是虾兵蟹这样 在吐气的 演员们装扮成 这些海中的降临的 这个样子 装扮成其他的生物的样子 对于这些演出来讲 也是蛮有趣味性的 我想的是他挑选来作为翻译的 也是他介绍鲤鱼作品 来到江户文学的最开始 所以这个是圣钟楼传奇 那鲤鱼他有一个 很著名的作品 《玉骚头》 这在日本的一些故事 或戏剧里头 也有引用到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问题 其实有个非常具有 代表性的通俗文艺作家 江户时代作家 叫做曲婷马琴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他的作品 也许你在日志有看过 叫做《李剑八犬传》 《李剑八犬传》 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 这个马琴 他是一个八犬传的作者 非常喜欢李渔 他曾经就是做了 这个《玉骚头》的翻案 翻案叫做鸿鞍 他是一个日本的 一个典型的改编手法 这个文学创作手法 主要的意思就意味着说 我把这个原本的故事架构留下来 把人物关系留下来 但是能把人民地名 或者是这个背景文化要素 全部换成了符合这个读者 他们所在的这个空间的这些东西 所以原本可能是非常遥远的 异国的故事 因为都换成我自己首席的人民地名了 那就会觉得好像是发生在 我家隔壁一样的亲切 这个是在江湖文学里面 其实他蛮长的一种创作方式 以现在很讲究著作权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会觉得 你在做什么这样子的感觉 这一部这个曲婷马琴的作品 叫做曲婷传奇花菜儿 那花菜儿就是这个插在头上的投材 所以其实跟《玉骚头》是相同的概念 这部作品是马琴的实验作品 那为什么说它是实验作品 它非常有趣的就是 文本本身在模仿中国戏曲剧本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就看到了 中国的曲牌名 中国的航档 声淡静默全部都会出现 很努力的尝试把中日融合的 这样子的一个副品 那但是卖得非常差 大家不喜欢看 太前面了 走在太前端了 太创新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有点难阅读 所以在马琴的作品里面 算是反应比较不好的 但是对于我们 就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它故事本身 是蛮有趣的一个感谢 那说这个故事的话 我想我们可能就要先讲 《玉骚头》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才知道它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玉骚头》的故事 主要在讲的是明武宗 我们知道武宗皇帝 到这个江南去寻美女这样子 明武宗就是我们平常戏曲当中 说的正德皇帝 那武宗皇帝他就是说 他要追求真爱 因为他觉得说 所有人都看上他的这个身份 所以要追求真爱 那就把他的朝政 就交给了忠臣 这一点他蛮有眼光的 他没有交给奸臣 就微服出巡 结果他就找到了一个女生 是一个妓院的女生 叫做刘倩倩 那这个女生 其实原本也是官家出身的 那流落到这个妓楼里面去 那这个女生非常的 就是慧眼是英雄 就看到这个皇帝 又觉得说 你一定不是平凡人 那我要嫁给你 那皇帝也觉得 这个女生不错 就两个人就私定了钟情 那私定钟情之后呢 这个武宗皇帝 他必须要先回到京城里面 那分别的时候呢 这个倩倩就拿了这个父母的遗物 就是这个玉骚头 就给这个皇帝 那跟皇帝讲说 就是你来接我的话 要记得要出示信物 那如果没有这个信物的话呢 就算是皇帝要召我入宫 我也绝对不会去 那皇帝听了就很开心 那虽然他是隐姓埋名 而且杜撰了假的名字 但是他都觉得没关系 他很快就会回来接这个女生 就他在回去的路上 他把这个玉骚头 就拿在手上玩啊玩啊 弄丢了 这就是皇帝会做的事 弄丢了之后 就把朝城聚在一起 就问他们说 我弄丢了怎么办 那这个朝城跟他讲说 刚好是个很好的试验的机会 你就干脆不要说 你就就是下诏书 就跟这个刘倩倩讲说 皇帝要召你入宫 那他不知道皇帝 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他会不会入宫呢 那这个诏书就到了 那到说到了之后呢 刘倩倩呢 坚决反对 他不要入宫 恋女不是恶夫 拒绝上京 等到这个官吏们都离开之后 刘倩倩就跟他的养母 就逃离就是住所 所以皇帝再次亲自来的时候 武宗再次来的时候 就扑空了 那他在房子里面 就找到了倩倩的自画像 他就把这个自画像 就拿给了宫廷画师 画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倩倩的画像 全国来寻找 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有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最后被送到宫里面的呢 并不是刘倩倩 他送了一个长得很像的 范将军的女儿 叫做范淑芳 送君去皇宫 您猜这个皇帝看到长得一样 但是不是会怎么办 一并纳入后宫 您真是太厉害了 没错 一并纳入后宫 就把这个范淑芳 纳入了后宫 这个倩倩呢 就是到处流浪 结果他遇到了这个范将军 就是范淑芳的爸爸 这么巧 那爸爸也就想说 想觉得说 这个跟我女儿长得很像 那就收过来当做义女 那就一起就是照顾 结果这个义女 在帮范将军批摆公文的时候 终于发现他的恋人 真实身份就是这个五中皇帝 然后五中皇帝 已经把这个范淑芳给取进宫了 于是这个倩倩就马上 就跟这个范将军反映 那还好就是这个范将军 他是个好人 他就帮忙上述给皇帝 那皇帝就跟这个倩倩呢 很开心的就团圆了 这个是玉骚头的故事 这个故事 他后来就被马琴进行了 我们刚刚说的翻案 改编 那马琴怎么样去改他呢 故事的舞台被搬到了 士庭时代 士庭时代 大概是比奈良时代啊 平安时代还要晚 但是在江湖时代之前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这是一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明武中 他就变成了竹丽艺辉将军 我们通常只知道竹丽艺满 对 就竹丽家的血脉的这个竹丽将军 那第一个女主角呢 刘倩倩她就变成了桂 就桂花的桂 只有一个名字 那第二个女主角呢 我们刚刚说的范淑芳 她就变成了玉苗 这个玉佩的玉 稻苗的苗 故事的前半部 其实长得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 但是最后的结局 就被马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那怎么样的改变呢 这个桂呢 跟这个她的奶娘 她们一样是被这个玉苗的爸爸给收留了 但是玉苗的爸爸后来就听说 她的女儿呢 被就是收到了皇宫里面去 那正常的爸爸就有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应 就是如果正牌的桂被送到皇宫之后 那我的女儿就会失宠了 这可不行啊 私心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爸爸就决定要做什么事 那他就吩咐了部下来暗杀这个桂 他收留了桂 但是他反而要把他暗杀 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的 那这下子留在身边可不行了 那他就派人要把他暗杀 可是没有想到他找这个部下呢 刚好就是这个将军派到他们家里面的间谍 所以这个部下根本就没有杀 反而就把这个消息就带去了给这个女儿 叫玉苗 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爸爸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那还好女儿是个很善良的人 听到之后觉得非常的丢脸 得知真相之后 结果女儿反而是自杀就死掉了 那爸爸后来也是被追究 最后也是切副自杀 那这个当时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之后呢 这个最后我们就看到了桂 还有跟这个他原本的将军 两个人可喜可贺的就团圆了 这个马琴他对于故事的后半的改修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觉得好像一方面他不是那么的光明明亮 好像把一些人性当中的丑恶面放到故事里头 然后好像日本人对于这个自杀切副啊 这些常常都会在他们的一些历史小说里头看到 对他的后半部我想 首先大概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说 范将军是个好人 但是这个玉苗的爸爸怎么会变成一个坏人 玉苗的爸爸其实出场的时候呢 他是他怎么样遇到这个桂根他的奶娘呢 他是在帮他们就是解救一个危机 就是桂根奶娘遇到了坏人的时候 他冲出来帮忙他们的 所以他出场的时候是个好人 可是后来呢 他得知到说自己的女儿会失宠的时候呢 他所做的反应却是非常邪恶的 非常坏心的 那这种性格的改变 就是原本是个好人变成坏人 原本是个坏人 突然变成好人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其实是歌舞纪非常常见的一种表演方式 叫做modori 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就他们常用的这个表现方式 让这个马琴觉得说 我应该在我的故事里面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性格大转变 也许对读者来讲也会觉得很亲切 而且很有趣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讲到结尾 您刚刚也有说到的自禁 然后切腹 然后还包括暗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中国版的故事是很平和的 然后大团圆的 很开心的 那这边这个故事好像突然间就血腥暴力 非常严重 恶意 它其实是满足了这些读者猎奇的这个心理 我们刚刚在最前面的时候 好像有提到说 日本的这些戏剧的观赏者 他们其实很喜欢 就是比较刺激性比较强一点点的 或者是剧情变化性比较强的作品 所以原本的御烧头对他们来讲 结尾的部分有点太平淡了 所以他们口味真的太重了 是的 所以李渝会受到欢迎 我想跟相对于其他中国作家来讲 他的这个戏剧要素 或者是他的整个剧情的起伏 是比较明确的 或者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对于江湖的这些创作家来讲 确实他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对象 需要修改的地方不会太多 不得真的很有趣 李渝的东西在中国被很多人觉得说 哇简直是太过分了 太多了 但是到了日本又变成小菜一叠 太清淡了 反而要加入更多的重口味 这也是我们才看到很多一些日本的电影 或者是他们的小说里头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哇那个情绪好像很满 很胀 充满了各种的那种内心世界的挣扎 我记得我一开始看日本的小说的时候 感觉好不习惯 双方的文化 或者是我们欣赏的趣味 审美趣味 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太一样 尤其江户的这个时期 像马勤他创作的时期是19世纪的初期 当时他们的戏剧已经走到了非常重口味的地步 比方说像是大家可能在怪谈故事里面 有听过的四股怪谈 那里面也是一样是血腥 有毒药的出现 有杀妻或者是杀什么的 到处都处都有一些幽灵 或者怪怪的东西 像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他们当时比较喜欢的一种 文学的风格 或者是戏剧的风格 那也因此 马勤也会走向这样 我想马勤会走向这样子 修改的方式 应该不会太意外 也是跟他们的市场 以及他们当时民众的喜好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是的 好 聊到这边呢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这也是李渔的作品 目前在昆渠舞台上面 我们大概唯一能够看到的 风筝物 我们来欣赏 风筝物当中的 药物这一折 里头的黄龙滚 这是由江苏省坤剧院 彭爱平老师 所带来的演唱 是由江苏省坤剧院 我跟金呀 是由江苏省坤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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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兴大学中文系的 肖寒珍老师 来跟我们聊聊 李渔的作品 在日本的文学 或者他们的艺术当中 所带来的影响 那刚才我们在前半段 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 是昆曲舞台上面 风筝物当中的药物 那我不知道风筝物 这个故事 在日本的文学里头 是不是也有产生一些 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对 为什么叫做风筝物 就是风筝传情的一种失误 对 这个部分因为非常受到欢迎 就是包括用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传情 结果最后导致一个失败结果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原本的李渔的作品里面 讲到的是一个就是材质 叫做韩其重 这个韩其重 就是看上了这个詹家的一个漂亮的女神 财女 她想说要怎么样接近这个女神的 人家大门大院的 所以后来就想到说 她要在这个风筝上面提诗文 把这个风筝就是如果掉到她的院子里面去的话 就放到她的院子上方 掉进去的话 这女生捡到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没有想到掉错地方 就掉到了这个女生的姐姐 那姐姐呢 是个长得丑 也没什么才华的女孩子 那姐姐就收到这个风筝 觉得很开心 就打算就是把这个男的给约过来半夜见面 她就派了这个自己的奶娘 那就去把这个风筝送还 那下面就互相约定说 今天晚上你就记得要来玩 这个韩其重就真的晚上过去了 就没有想到 看到跟她预料的是完全不一样 就非常惊讶的 害怕的逃走了 这一段的故事 非常说到 就是因为蛮滑稽的嘛 所以当然对日本的这些创作者来讲 是相对来讲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片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作品 她是对这一段的前节 进行了一些挪用 那比方说像是这个竹田小初云 她的近琉璃作品 叫做新博雪物娱里面 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桥段 近琉璃 什么叫做近琉璃 近琉璃的话 其实是一种演出的 就是唱曲的这样子的一种东西 那搭配的是三位线 加密森 她在后来江湖时代 她会搭配人形 所以我们现在 人形就是人偶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讲 人形近琉璃 那如果只有近琉璃的话 可能就只有这个唱词的 还有音乐的伴奏的部分 人形近琉璃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大型的人偶的搭配演出 大概就100公分到140公分左右 很大的 那一个人偶要三个 这个超五四一起来进行合作 为什么叫做近琉璃 其实是来自于当时一个 很流行的故事 叫做近琉璃机 那近琉璃公主的故事 那这个近琉璃公主的故事 讲的是 我们可能知道 要师如来 她所在的这个是近琉璃世界 这个近琉璃机 她其实就是她的父母 就是一直生不出小孩子 就跟要师如来就祈求 那就生了这个公主 生了这个公主之后 那这公主慢慢长大 主要就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一个英雄叫做牛若丸 牛若丸 不是牛肉丸 我每次在念这个的时候 都要很小心发音 怕念错 这个男生 然后来就是受伤了 这女生因为是 要师如来 我们知道他是治病的 那就帮这个男生 就治疗 就把他治好了 那两个人又从事 就是很开心的在一起 这故事本身是蛮简短的 可是因为这个传唱 包括他的曲次 当时的人非常喜欢 那后来就把这样子的 一种表演形式 就叫做近琉璃 那我们就当说旧路里 那回到刚刚的 对 从近琉璃要回到风筝 对 这个近琉璃的这一出戏 叫新博雪物语 那讲的呢 就是这个新博雪 就有个女生叫做博雪鸡 就是博雪公主 这个鸡都是 姨妹公主的意思 那就贵族家的千金 这个博雪鸡呢 他跟这个有一个武士 叫做原部左卫门 这个左卫门 他是要到清水市 供奉一个民间 就两个人就遇上了 那就喜欢上了 谈起了恋爱 他们谈起了恋爱之后呢 为了要相约优惠 那所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在风筝上面绑了庆签 那就追到这个女生的家里面 在这个剧本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家谱 捡到这个风筝 开始吵吵闹闹的 然后想说 这个是谁的 是左卫门先生 他寄过来的信签 赶快拿去取赏 然后跟小姐要风赏的 这样子的一个骗蛋 可以知道说 风筝物的 至少这个传情的这个桥段 是对于日本人来讲 非常亲切 而且很喜欢的这个部分 感觉起来 鲤鱼在那个年代里头 好像已经用到这种 云端传情的 非常有趣 是是是 那李渔她的故事 我们刚刚讲到 风筝物里头 其实也有非常可爱的 就是这个丑小姐 是 好像这个丑小姐 也被日本人觉得有趣 是 开始运用了 是不是 是 其实日本人左眼的 是另外一部 也是一样跟 长相不太那么好看的 主角相关的 那就是奈何天传奇 这个1831年的时候 日本的作家 做了一部叫做 清潭长盘色相 有一点难记的 这本书名 没有关系 因为它有一个 比较豪记的名字 他在他的 卷手开头的时候 就帮他命了一个名字 叫做 本朝奈何天 而且他们本朝 两个字很好用 对 其实当时就是本朝 就是我的朝廷 我的朝廷就等于日本 有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作品 像是 《本朝阴阴碧事》 就来自于 桂万龙的 唐阴碧事 刚刚的 《本朝水浒传》 就来自于 《水浒传》 那这个《本朝奈何天》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来自于 奈何天传奇 这部作品里面 就出现了丑小姐 但它的原型 其实是 来自于奈何天传奇 奈何天传奇 应该是 李渔的作品里面 相对来讲 非常受到大家熟悉的 而且 我觉得是蛮滑稽 又搞笑的 这样子的一部作品 它在讲什么呢 我想如果我们要讲 改编作品的话 要先知道 它原本到底 长什么样子 原本讲的就是 这个主角叫做 缺素风 外号叫做缺不全 好惨喔 全身上下 没有个地方是完整的 眼花 然后头发也都白掉了 又拖背之类的 因为就是面貌 非常的丑陋 所以大家都会 帮她取这个外号 大家都在想说 谁这么倒霉 会嫁给她 因为她虽然长得丑 非常有钱 而且她运气非常好 她有一个 从小只妇 未婚的未婚妻 那这未婚妻 是一个很漂亮 而且有一天点 才华的女孩子 未婚妻的家里面 都不好意思 让这个女生知道 说你要嫁给缺不全 所以她的仆人都骗她 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姐夫呢 叫做缺实权 就是实权实美的意思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女生其实是 怀着非常大的期待 就结婚 那结婚新婚之夜 也过得还算蛮开心 因为灯都按着的 隔天早上天亮的时候 看到说她真的以为 她的新房跑出了鬼 就非常难过 后来知道被骗了 被骗之后呢 她就打定主意说 我一定是上辈子修的不够 这辈子算了 我就要好好的修 所以她就骗她先生说 我想要求一座观音像 来帮我们求子 那在家里面的庭院 就密一个近视 那当然缺素风听到之后 我就很开心 就马上帮她张罗 近视也好了 观音也请来了 老婆就走到这个房间里面 门一关就说 我重庆之后 戴法修行再也不出来 那缺素风呢 非常生气 我在外面叫啊叫啊 好说歹说 然后来威胁 都没有听她的话哦 缺素风就放话哦 说你以为全天下 只有你一个女人吗 那我要再去娶一个 更漂亮的 然后她老婆说 好啊没问题 我自愿就是 让出正气 对你就去吧 那缺素风就找了 梅伯来呢 就跟梅伯讲说 你帮我挑一个 那条件就是要漂亮 一定要漂亮 梅伯找啊找啊 就找到 真的找到一个 很漂亮的女生哦 家境也刚好很穷哦 所以真的是需要 嫁有钱人 可是问题是 对方说她要相亲哦 那怎么办呢 这个缺素风就 拜托了一个戏子哦 演这个生的哦 小生 长得很帅的 就帮她去相亲 然后她自己又担心说 这个女生是不是 没有实际上 说得那么漂亮 搞不好 其实长得蛮臭的 所以她就扮成了 这个小丝哦 一样要跟在旁边 去一样一起相亲哦 原本这个小姐 是看这个戏子 不太满意啦 可是后来看到 缺素风的时候 就想说 哎也不能事事求全啊 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 总比嫁给 在旁边那个好哦 结果新婚之夜一样哦 隔天回来一看之后 自己也是傻眼了 想说怎么会变成 以为要嫁公子 没有嫁成的小丝哦 打听了一下哦 这个仆人就跟这个 第二位的妻子讲说 哦你其实不是 第一位嫁进来的 我们第一位夫人 现在在产房里面哦 第二位夫人 就赶快也跑去哦 那就一样 关到产房里面 也不出来了 如法炮炸 对那所以呢 这个缺素风 终于觉悟了哦 他觉得他不要再 娶什么漂亮的女人哦 他娶一个 能持家的就好了 他就去打听哦 恰心人家 帮他找这个 第三任老婆 就没想到 第三任老婆 是原本的一位 官员的妾室哦 那正式呢 非常的 很容易吃醋哦 趁着老公不在家 想要把妾 给嫁出去哦 就阴错阳差之下 就把一位 长得又漂亮 又有才华的女生 就嫁到了 缺素风家里面哦 那缺素风 掀开头盖着 一看之后 就发现说 诶我这次想要 娶的是丑女哦 怎么会来了一个美女哦 他不要哦 他赶快把这个女生 就供起来 就送到了这个 产房里面哦 就跟着女生说 等你老公回来 我再把你送回去哦 那我跟你没有关系哦 就没想到 送回去的时候 这个老公说 我不要哦 这个覆水难收哦 你送出去 我怎么知道 你没有发生什么事哦 所以我不要哦 那就劝这个第三任 妻子说 你要安分守己的 跟着缺素风 那是没有想到 这个缺素风哦 因为当时的边境哦 就是有点 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缺一些粮草哦 那缺素风很有钱 担心说 自己家里的财产 会被征收哦 所以就干脆 自愿先捐粮草哦 他捐的这个粮草 有功劳哦 就让很多的人 就是面于饥草 所以皇帝呢 也要赐他风赏哦 那这个上天呢 也开会哦 开会就讨说 哎 这个人救了很多人哦 我们要怎么样来 就是给他一些奖励哦 看看缺素风缺什么呢 家里有钱 又有漂亮的老婆 他好像只有缺他的脸哦 所以他们就决定 派了变形使者哦 就下去 那刚好皇帝的风告是到了 那他要洗澡一下 然后来接这个风告 所以变形使者 就变成他的婢女哦 就帮他全身洗洗洗洗 月洗就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超级大帅哥 哇 那超级大帅哥 又要受风告哦 所以这个原本两个 关在那个缠房的老婆 听到的时候 也跟着马上冲出来哦 三个人就开始来抢这个风告 幸好这个皇帝有先见之明 就送了三部风告 因为有三个老婆 那大家就从此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哦 天哪 这个故事 真的是太妙 太有趣了 李渔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包括原本 我们一般都习惯 就是一个帅气的 男主角的出现 他让一个丑男 当了大部分的 这个戏剧的演出 那最后呢 让他一心换貌 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帅哥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包括他的戏剧性 在里面就受到了这个江湖时代的作家 非常的喜爱哦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 清潭长盘 色香的这一位作家呢 他其实就很直接就说 我要做这样子的 本朝奈何天的作品 来改写奈何天的传奇哦 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其实这是未完本哦 所以在现在能够看到的 故事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奈何天的色彩 因为他未完嘛 是作为这个 跟下面的这部作品做连接 其实这个作家做了两部的创作 第二部是叫做《美目与历草纸》 就把这个故事整个写完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奈何天的痕迹哦 所以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 到底讲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哦 《美目与历草纸》 对 在最开始的时候 故事发生在京都哦 当时他们其实非常流行的一个疾病 叫做刨窗 刨窗 那是什么样的病 是天花 天花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好好的治疗 所以得病的人呢 最早当然是死掉 就算痊愈的时候 他会有留下一些疤痕 就会毁容 所以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 那当时有一个人叫做藤坡一角 我们就记得他叫一角就好了 可能比较好记哦 那他是开医馆的哦 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开始一直想说 我要怎么样可以赚多少钱哦 他就突然发现说 他没有得过刨窗 他的老婆也没有得过刨窗哦 那这表示他可以用这个当卖点 他就开始跟大家宣传说 你看我们家有祖传秘方哦 那吃了我们家的药的话呢 就不会就是留下这个刨窗的疤痕哦 那原本就因为这样的宣传哦 就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哦 就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哦 叫做阿光哦 那在十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刨窗面目全非 那爸爸当然就觉得说 我女儿变这样哦 放在店门口又马上就打坏招牌 就把他送到民国亲戚家里面寄养 可是这个女儿长得丑丑的 然后又是院房亲戚哦 所以就一直被虐待 被虐待之后 这个女儿就开始写信回家哭泣哦 妈妈最舍不得啦 妈妈就开始跟着一脚说 我们是不是把女儿接回来哦 钱也赚够了 一脚说不行不行哦 我们不要接回来哦 继续放走 结果妈妈太担心了 后来就病死了 妈妈死掉之后 爸爸终于就是 就觉得很可怜 对 然后就把女儿接回来 那隔年之后 他又再去了一个祭祀哦 这个祭祀呢 其实带来了一个女儿哦 这个女儿比刚刚的阿光年长一岁 这个女儿叫做阿文哦 所以就变成了姐姐 多了一个季姐 季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哦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跟刚刚风筝舞很像哦 得到了一对姐妹哦 就我们有一个丑丑的妹妹 跟一个漂亮的姐姐哦 那漂亮的姐姐 有一个叫做犬四郎的男朋友 那这个男朋友呢 其实也是名古屋人哦 他到京都来求学 那因为沉迷青楼 所以就把钱都花光了 就卖化为生哦 是一个懂得享受 不太懂得怎么样 好好过日子的男人哦 那跟这个姐姐 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感情非常的不错哦 这个犬四郎 他有一个同乡 他叫做红太郎 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但是呢 教养非常的好哦 他是那种会 扶老太太过马路 但是在故事里面 没有过马路 所以他会帮老太太 撑雨伞的 真的写在里面的 这样子的好青年哦 这个好青年呢 从小的人生的这个理想就是哦 我要超越人的外貌 看到他的真实的内心哦 所以我要娶一个 有才德的丑女人 当我的老婆 他的这个志愿 真的很少见 对 那他的这个志愿呢 他的家人就跟他讲说 你还是去京都游历一下再说吧 去京都游历哦 那我们现在去京都 大概都会去的地方 清水寺 是 他去清水寺啊 参道上都是人哦 那走啊走啊走啊 就看到前方呢 哎 有个超级大美女哦 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 马上被吸引住了哦 被吸引住之后呢 接下去他就想了 哎 不对 漂亮的女生不OK哦 因为上天的试炼 我不能够相信哦 结果没想到 清水寺拜完了 拜这个高台寺哦 高台寺 他又再次遇到这个女生哦 那一样内心挣扎了一遍哦 那等到高台寺拜完之后 到附近的茶店去喝茶的时候 哎 隔壁桌又是这个女生哦 哇 一天之内遇到三次 没错 是 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主角 这个红太郎就开始思考一件事了 哎 为什么我会在一天之内遇到这个美女三次呢 我一直都觉得说 人的外妙不代表他的内心哦 所以我要找 有才华 心地善良 长得丑的女生 但是反过来说 有人可以证明长得漂亮 就一定心地不好吗 对啊 那我是不是太有偏见了 所以呢 老天派这个美女呢 出现在我的面前 也许是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道理哦 这个世界上也有人长得很漂亮 心地也好 也有才华 什么都好的 那我应该要认识一下这个女生了 对 说服了他自己哦 就赶快把店小二叫过来 问说 那个隔壁桌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哦 店小二没有讲清楚 他跟他讲说 哦 那一脚家的女儿哦 那知道之后 他也觉得讯息足够了 就放弃了 他之后就去拜访这个 嗯 犬四郎哦 那就拜托犬四郎 帮他去一脚家提亲哦 他直接就跳过了恋爱这个步骤 他直接要提亲 直接提亲 可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 他一厢情愿的 大概可能跟我们一样 看了比较多灰姑娘的故事哦 所以都认为说 长得漂亮的应该是妹妹哦 所以他一开始就指定说请帮我跟腾波一脚家的妹妹提亲哦 因为我在呃什么残道看到了很漂亮的女生哦 这个犬四郎说到这封信的时候非常清楚 朋友弄错了 而且弄错的是他自己的女朋友 对没错 你真是记得太清楚了 对 那他要告诉他真相吗 哇 这是考验友谊了 嗯 但是他们感情没有很好 其实 对 所以他不要告诉他哦 那他怎么样 他就想说 反正你白纸黑字写了 嗯 那我就帮你就送出去了 那一脚收到的时候也是很吓一跳 因为对方是风品非常好的 又有钱的 好男儿哦 怎么会来娶我家这个丑女儿哦 但是后来他转念一想说 哎 这个男的不就是一直在标榜说 他要娶一个贤德的丑女吗 哎刚好符合我家女儿的特征哦 所以也就答应了哦 那答应了之后就婚礼就顺利的就举行了 那千盖头盖的时候 这个红太郎就发现糟糕取错了 不亏是一个有涵养的男人哦 他没有当场发作或什么 他就当作没这回事哦 就问这个女生跟他进行了 整个晚上就进行了一些问话 还有就是聊天哦 然后就聊着觉得说 哎真的是很有涵养 然后气质也好啦 那个性也非常好哦 那其实跟他的人生目标是一样的 那想说好吧那就当作没这回事哦 就娶回家好了 那反而是这个姐姐哦 因为妹妹嫁出去了 所以未婚夫也来逼婚哦 他其实有未婚夫哦 所以他的未婚夫不是全四郎 不是 这是偷偷交的男朋友 那就跟男朋友私奔哦 两个人就到达了大阪 两个人私奔哦 你知道说这个姐姐其实养尊处优 这个男的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哦 所以一开始到了那边 开始贫贱夫妻摆事哀的时候哦 两个人就开始都觉得日子有点难过下去 男生就开始想说 现在手头没有钱 把这个女的卖到花楼去的话 我就会有钱 放心 这个女生心里想的是 这个男的没有钱 我如果把自己卖到花楼 我就可以再去找个有钱的男人在一起 这方面他们倒是意见一致哦 那就决定要谈了这个跟花楼来接的日子 就没想到这个女生在 就是中午睡觉的时候 就梦到了这个刨窗绳哦 那刨窗绳来了之后呢 摸了他全身之后呢 这个姐姐哦 就得了这个刨窗 哦 他就得了天花了 得了天花了 他得了天花之后呢 男朋友逃走了 来接他的呢 是这个继父哦 那接了回去 把他救活了之后 结果毁容了 魏生夫也不要了 那这个继父就把他赶出家门了 继父也把他赶出家门了 对啊 因为这个女儿其实是蛮丢脸的 做了这一连串的事情 那把他赶出家门之后呢 这个女生其实后来有在跟这个男朋友 就再去全员哦 男生其实在逃走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蛮多的困难哦 那你重新改过向善哦 那所以两个人就决定一起去明谷屋 嗯 故事就拉回到这个幸运的妹妹身上 这个幸运的妹妹 她其实一直觉得说我长得丑丑的 可是嫁到这么好的老公哦 非常不好意思哦 所以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杨贵妃的热田神宫哦 嗯 她去明谷屋的热田神宫参拜的时候 就会跟杨贵妃说啊 希望你可以把我变得稍微漂亮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哦 嗯 她去拜这个日本很有名的美女 小野小丁的木的时候 她也做了一样的祈求哦 希望我可以变得更漂亮哦 那除此之外呢 她很认真的希望帮她的老公 找一个漂亮的小妾哦 哇 嗯 那很偶然的 她就遇到了她的童年玩伴哦 叫做阿花哦 这个非常好记 阿花 这个阿花就是在那个有钱人家当猜哦 然后也是气质啊 外貌都很好哦 两个人久违重逢聊一聊之后呢 哎 阿花说哎 你嫁得好不错哦 那这个女生哦 这个妹妹就跟她讲说 你要不要嫁给我先生当妾 嗯 那阿花就说 好啊好啊 我也觉得不错 她就真的把她带回家了 那带回家之后呢 这个红太郎其实是蛮无奈的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个样子 后来她出外经商 回家的时候 刚好就遇到了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姐姐 跟那个犬四郎哦 她就想说既然是亲戚 而且他们改过相善 就把她带回家 回到家里面之后 很意外的就是 出来迎接的老婆 原本应该是那个丑丑的妹妹 突然变成一个超级大美女 就红太郎就非常惊讶 就说发生什么事情哦 那这个美女就跟她讲说 哎我就你老婆啊 那为什么变这么漂亮呢 因为阿花呢 就拿了这个 嗯 神奇的药哦 那我这个药 就是擦了之后 再洗掉之后 就变成这么漂亮 哦 所以不是SK2 不是啊 如果是的话 K2好 我们就买得到了 那红太郎当然不相信哦 他只是想了 就是说当天带回来 那个应该是个妖怪 把我老婆吃掉了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拿上了那个弓箭 想要把眼前这个妖怪射死哦 这个时候这个全司长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他讲什么 他说你等等哦 不急不急 我啊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中国呢 有个戏剧叫做奈何天传奇 讲的就是一个叫 缺素风的丑男哦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事 结果最后呢 这个上天就派了变形实则 把他变成超级大帅哥 那有这个故事呢 当作证明哦 表示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那你的老婆人也非常的好哦 也许呢 也是因为这个上天的这个仁慈 就把他变成美女哦 所以他们遇到的 可能是小野小丁的神灵 还有可能是杨贵妃的神灵 杨贵妃又出现了 对 或者呢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灵 就帮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哦 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奈何天传奇 他并没有被原原本本的照样的使用 但是他成为里面的台词 同时呢 他也成为了 移形幻貌的这个桥段的利用的部分哦 哇 所以杨贵妃到了日本以后 真的变成了美貌的守护神 对啊 到处串场 好厉害 对啊 不过这里头 我相信大家听完故事以后 最希望的就是 如果真的有这种神药的话 那该有多好 江湖这个作家 就完全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作品的最后面 他就有了一个广告的置入 他跟你说 他们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 美艳仙女香 光听名字就好像会很美丽 一包48桶而已哦 它的功效不列于 神灵 小丁或阿飞赠予阿光之名药 今后疫情多加爱过 他在这本书的最后 就真的开始卖药 对啊 其实这个美艳仙女香 它是当时非常火红的一个商品 那当时它的制作者叫板本士 本名叫做和田元七 它除了是商人之外 有个最重要的角色 它是担任这一类草籽类 通俗类的作品的审查者 当时的江湖的这些通俗作品 他要审查之后才能够出版 所以我们合理的相信 他做这样子的一个书写呢 除了可以收取这个广告费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 希望他的审查顺利 对 讨好审查官 太聪明了 是啊是啊 哇原来这个鲤鱼的作品 来到了日本 尤其是在江湖时代 竟然衍生出这么多 更有趣的故事 那刚才韩真老师 为我们介绍到了 《风筝物》当中的 美女跟丑女的故事 结果最后呢 我们就来欣赏 《风筝物》当中的一段经丑 其实也就是这个丑姐姐 她最后嫁给了一个丑先生 结果两个人在新婚之夜里头 互相一见面都说 哎呀你怎么这么丑 衍生出来的一段 非常可爱的唱腔 那么同时我们也今天 非常非常谢谢 江湖之恩教授 来到这边 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 鲤鱼来到了日本 她的文学受到了许多改编的故事 谢谢萧老师 谢谢 好那也祝福大家好好把握 耽误连续假期的最后两个小时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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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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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